今日的ET个股推介是2倍看淡恒指的ETF7500 选择原因是说到 股市整股期 投资者可逢高买入反向ETF 转线做淡或对冲持股的风险 如果恒指回调到20,700点 即跌幅2.5%左右 7500的潜在升幅是4.9% 如果恒指低建19,200点 跌幅9.5%左右 7500的潜在升幅达到19% 策略上已经持货的投资者 可以在恒指回调到20,700点水平为下一个目标 并以恒指重赏21,700点作为止赚的参考 如果恒指就是后续受制21,600点水平 即是2022年10月延续的上升轨位置 未有货的可以趁机买入7500